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日 陈凯琳与另一位同样怀有身孕的人气藤丽香 奇迹献身沙田 二人为出席护肤品活动亮相 陈凯琳以一身红色长裙世人 显得十分高贵都雅 再加上中门大开见性感用吸睛 不少网民都表示 这次见到陈凯琳的身材明显生卡特运味肾浓受放食 陈凯琳笑眼 因为想着这只颜色 而且还要一些舒服的裙 这条散裙就比较舒服 老公有见过 他都暂停 提到与香香公主陈丽香同场出席活动 陈凯琳表示感到很开心 大家都是怀孕在身的准妈妈相信话题 肯定不断的陈凯琳表示 大家都是第一次怀孕好多事情 其实都不懂要互相share 知道有些状况 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才这样 我读安心点见陈凯琳全程笑容满脸就知道 现在的她 被老公郑佳颖宠爱得多幸福了 郑佳颖向来给人的感觉都比较高冷 更曾因为不苟言笑 被打没封为世纪黑脸王 没想到 自从和陈凯琳拍拖之后 郑佳颖像是变了个人最大的改变就是 她变得很爱笑 特别是在婚后她出活动亮相 基本上都是笑容满脸 这大概就是爱情的魔力 郑佳颖说过 当我遇到陈凯琳那一刻 开始我的世界都变了陈凯琳笑容 自己曾经想老公郑佳颖亲自下厨为自己煲汤 没想到 郑佳颖对她不经意的一句话很上心 还真的偷偷煲好了汤 让陈凯琳一缓到家后 立刻有老公爱心净汤下肚 难怪陈凯琳越说越感动了真的好体贴好 Sweet她续指老公为她煲的是瘦肉冬瓜火腿汤 她是第一次煲汤好好喝 好感动她知道 我很喜欢喝东西汤 那快点告诉她 下次想喝什么汤花椒 讲笑了 不能太多要求 不可以这么放肆 平日她已经做得很好了 现年28岁的陈凯琳是2013年参加香港小姐竞选入行当年 她凭着大热姿态涌多冠军 此年又以香港代表的身份参加国际中华小姐竞选 并再次以大热姿态成为总冠军 背着双冠军的光环 陈凯琳签约TVB席下开始出道 并从一开始就受力捧至今这五年来 陈凯琳已经多次以女主角身份参演 无限聚集 亦与不少重量级前辈包括师弟 事后等人马同台演出她的演技 从一开始遭到质疑 到现在也渐渐开始为观众所认同 在娱乐圈的发展顺风顺水之余 她又遇到真命天子郑佳颖 收获一份令人羡慕的爱情 请不吝点赞订阅